好的 明天就是補班日了 也要提醒大家呢 外出的時候 尤其北部地區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保暖了要多加一件博外套 主要呢 就是受到了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呢 明天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天氣是會稍微偏涼的 再加上迎風面呢 降雨也會出現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明天的這個降雨機會呢 是會逐漸的增加 再來就是北部地區的温度 大約是19到22度 不過中南部依舊是還蠻高溫的 甚至有機會來到30度以上喔 接下來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這個降雨的雨區呢 就會再持續的擴大 我們可以發現到呢 包含是在南部地區 也會有一些降雨了 所以整個台南以北 一直到東半部地區呢 整天來說 都可能是會有降雨的機率喔 不過呢 一直要到禮拜一的時候 隨著這一波的華南雨雨區 逐漸的遠離 水氣就會稍微的減緩 但是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還是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也因此呢 北部依舊是屬於 比較偏涼的天氣型態